摘戒月穆斯林在日出之后和日落之前 大都会透过摘戒锻炼身心 同时在伊斯兰的教义当中 也鼓励穆斯林在这段时间里面 要多布施培养慈悲心 麦戴的记者侯佩斯还有林彦君 带您到吉隆坡的青春寺 以及摘戒月市街走一趟 感受今年的过节气氛 摘戒月期间 兰博州是马来人传统开债的食物 各州都有不同的食材配方 其中吉隆坡甘榜巴鲁的兰博州远近殖民 已成为了首都马来人舌尖上最美好的滋味 对于业者而言 在不能肠胃的情况下 如何保持味道不变 成了厨师的真功夫 这里已经准备了什么 这些食物已经准备了 已经准备了准备了 每年都准备了准备了 尖戒月 穆斯林要学习忍耐 借除欲望 接受真主的考验 同时还要不忘布施助人 设立在全国各地的清真寺 都会免费派发兰博州 但是一间清真寺一日所煮的分量 就可让数千人开斋时温饱了肚子 首戒不只是戒吃戒喝 这期间也要戒掉坏喜气 根据伊斯兰教育 只有健康允许并达到一定年龄 通常是15岁左右才需要风斋 而身体不适 怀孕或者不入期间的人 可以破例 实际走一趟摘介月市集 许多大型市集为了防疫而缩小规模 基于文化的尊重 马来西亚各组之间都会保有谅解态度 不会在海门那边前吃 就是会在比较逼迹 不会逼迹一点 就是在后面吃东西 大部分我们之前都会帮他买 帮他买 然后到时产之前 他们就给吃了 饿了一整天 禁食最后一秒依然要求精准 就算食物早已就定位 也得首接到最后一刻 麦袋侯佩斯林延军 启文波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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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